我今天當然也可以雙手一攤 我就是找個療養院 顧個外勞 爸 你就好過啦 你不要一直帶我一時去走 阿嬤你就住他們 你就好好聽醫生的話 但不要一直想說 不要亂一樣好不好 安排是需要時間 安排也是需要有計畫的 我不希望我的父母老了 然後隨便沒有人離開 然後沒有人管 50歲的電視台員工鄭雅惠 一談起要照顧家裡失能長輩 還要兼顧工作 不禁紅了眼眶 一句安排也需要時間 道出就業者 對長期照顧安排假的迫切需求 妇女薪資基金會 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 以及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11號連妹舉行記者會 再次強調提供所有就業者 有30天六成薪以及150天無薪的長照安排假 並不過分 婦女薪資表示 長期照顧安排假已經獲得包含婦女 社福勞工等共104個團體支持 因為這確實可以幫助到要扛起 長照責任的勞動者度過難關 在這個10年的期間當中 如果我們剛剛講民間的方案是180天的這個假 那除以10年的話其實就每年大概18天 那這個合法的休假讓這樣的長照家庭 他可以有穩定的經濟收入留在職場 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過這項訴求藍綠兩大政黨並沒有簽署同意 而其他多數小黨都很支持 曾昭元指出國民黨的回復是不反對也不支持 批評最大在野黨選擇迴避問題 而民進黨雖然有提出政策嚴禮的書面回應 但依舊沒有給出具體承諾 相關團體呼籲各總統參選人 要了解照顧離職問題的嚴重性 呼籲民眾透過選舉 支持力挺長期照顧安排嫁的相關政黨 以保障勞工工作權益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楊仁祥 蕭兆平 採訪報導